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财经急诊室 我是千涵 今天邀请到轮源头顾杨天迪分析师 老师好 千涵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台北股市涨是很强劲哦 收盘的时候是大涨了135点 来到11000有很强劲吗 对还蛮强 而且台积电也是涨了3.9% 然后就帮台股真的是加了 大概占了100多点吧 对占了108点 我们涨135点台积电就涨了108点 所以你觉得很好吗 我觉得 那老师怎么看这波涨势 那投资人要怎么布局未来呢 对基本上台积电是今天涨势的重心 台积电是涨势的重心 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就变成其他股票都失血了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是设备厂很强 台积供应链嘛 台积供应链设备厂很强 现在的一个关键点就是 如果我们有台积电 或者应该这么说 以半导体复苏为一个轴心 为什么台积电那么强 因为今年的半导体产业 我们是衰退了 就全球的半导体产业是衰退了13.3% 是 对 台湾的部分是成长0.1% 所以相比之下的话是我们在成长 但全球在衰退 明年的半导体根据机构的预测 大概可以成长4.8% 所以今年是半导体产业最差的时候 对10年来最差 但明年会开始复苏 好大家会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台积电股价都涨翻天了 我们还半导体在这个衰退 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台积电的7nm 今年的7nm plus 远远的把三星打到一边去了 所以明年的部分要走到5nm 甚至3nm可能要四产 这一部分已经是独霸天下 唯我独尊独霸天下 没有对手的情况之下 台积电又开始扩增资本支出 它扩增资本支出的原因就是 因为我现在接单接到我已经手软 就接到手软 接到手软的情况之下 我的产能不够 所以我要扩增资本支出 扩增资本支出之后 那设备厂就大涨了 帆轩 金鼎 红素 甚至汉塘整个就开始大涨上来 这是台积电的供应链 好 台积电的供应链 或应该这么说 它是一个半导体的轴心 所以我们用明年的角度来回过头 来看半导体这个产业 我刚才谈到 今年是衰退13.3% 明年会成长4.8% 如果明年开始成长 那现阶段台积电 我用台积电为例子 台积电现在资本支出扩增 所以它必须先去盖厂房 汉塘无城市设备 就股价就往上跑 然后另外一个部分 他要买机器设备 所以买设备 我们的帆轩 我们的金鼎就往上跑 所以从这地方我们就会知道 以半导体为一个轴心 我们要向外扩散 向外扩散 第一个设备厂 没什么问题 然后现在补涨的设备厂也起来了 像今天涨停的是星云 星云是台积电的施制程设备 你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话 就是它是相对来讲 它叫再生晶圆 它是12寸的再生晶圆的大厂 好 台积电是它的客户 所以星云的一个拉伸上来 就出现一个现象 设备已经先上来了 你要吗就去追设备 但是我不太喜欢追股票 所以我们去想一个问题 如果设备厂上来了 下一个可能轮动的方向在哪 是可以看下一张了 是这几个 对也可以 这个往这个关注的重点来看 设备嘛 设备之后再生晶圆 刚刚我们看到了再生晶圆的部分 星云是再生晶圆的设备涨 它在今天也拉到涨历板 有点补涨 所以从这个地方来看的话 台积电在买好设备之后 要不要开始生产 要 要开始生产的情况之下 我要不要所谓的原料 也要 所以原料就是什么 矽晶圆跟再生晶圆 所以我们从设备到矽晶圆 再到再生晶圆 对它是一个 当然它比较慢 最直接受惠一定是设备 好那设备先买设备 然后开始生产的时候 矽晶圆我原料需要矽晶圆 那再生晶圆就会上来 大家会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这个矽晶圆跟再生晶圆 目前都没有动 原因就是在它比较落后 那你说要等到台积电开始生产之后 这些矽晶圆跟再生晶圆的需求 才会拉升上来 那股价在反映未来 反映未来 我扩增资本支出 我下给金顶 下给樊宣的订单 那它还没出货 那股价就翻天了 所以一定是以未来的方向为主 所以未来的方向可以关注的 就是矽晶圆跟再生晶圆 然后最后面 最后面就是封装测试 那是最后了 最后但是今天日月光 以前叫日月光 就大涨 为什么大涨 其实是我晶圆片生产出来之后 我才需要做封测 那为什么它今天会大涨 就是反映这个利基点 所以除了设备之外 那剩下就是矽晶圆跟再生晶圆 到最后的封测是大家可以留意的 然后我们看第三张字卡 所以我们从明年的角度来看现在 除了台积电半导体这个族群之外 从明年的角度拉回来看 现阶段的这个行情的话 那除了这个我刚才谈到 除了半导体是轴心之外 另外一个部分可以留意的记忆体 记忆体明年也要开始复苏了 明年成长像低润明年成长12% NEMFASH成长19% 另外一个部分自动化 自动化是未来的趋势 所以相比之下的话 你从明年的角度撇开 刚刚谈到的半导体族群这个之外 那也是值得关注的 再来就是5G相关 5G相关里面 当然跟基地台相关的比较有利 那这一部分目前都很弱 都很弱 因为资金被什么 被半导体吸走 所以你从长线的角度来看 自动化5G相关跟记忆体是值得关注的 短线的角度来看 以半导体为轴心向外扩散的 刚刚谈到那些个股或族群 是可以关注的一个方向 是 谢谢杨老师精彩的分析 那想要交更多财经最新消息 欢迎加入杨老师Light 财经检视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拜拜